好 美秀 不好意思 這個上一段我請教你的就是說 因為美秀的老公 算比較比美秀有年紀小一點 小十幾歲 對 那還年輕 還年輕 這個 你的老公 你早在後世 那假定真的有這樣的狀況 他可以再帶嗎 我覺得可以 真的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說真的 我跟他年紀 如果差是兩三歲的話 我可能會說不行 你就心裡面只有我 可是這種年紀 他真的是距離 我們的年紀距離太大 那我覺得他還有機會 因為畢竟是男生 如果是女生的話 我們就不用說了 因為生孩子的問題 然後如果是男生的話 我覺得可以 是喔 你真的是很那個 對啊 很寬厚 但是我的包包不能給他 給那個女人 對 這是我唯一的要求 還有什麼不能給他的 對 我的衣服 他能花你的錢嗎 他能花我的最好不要 還是要我先生花就好 沒有啦 那個包包 全部到我這邊來 對 你包包就拿來 因為我幫你處理 你的衣服我也幫你處理 好 你有什麼包包 包包我自己會去 你知道嗎 偶爾去 你知道就是把自己的 最喜愛的這樣收集起來 大概幾個 全部都幾腳可以說 幾腳四五腳 有的都很小的 那個最好都不要給人 這個我要小猜一下 因為呢 因為我媽那時候講說 因為我跟他 我們有拍過廣告 我們是螢幕情 太可愛了媽媽 對 我們以前拍過 十五人春一隻水 這是我跟他拍的 對 那那時候我們鄉下的時候 每一個人認為 李美秀就是他們媳婦 真的耶 所以我問媽說 你媳婦怎麼沒回來 就是在講她 對 這樣觀察是對的 對啊 所以因為我以前是翁先生 所以翁先生我會接起來 接起來我們兩個在天上 也是過清理生活 我就叫他們說你自己處理 那個包包我就說要讓我們帶我兒子 這樣去 節目以後我們會稍微商量一下 那是用傳承 對啦 你如果表演比較好的時候 我一個包包我拿給我 謝謝 你不應該啦 他媽媽的感情這麼好 對 我有一天跟我兒子去過高 經過我就靠電話去問說 過高是寶貝的當中 寶貝 對 看著他媽媽剛好在甘馬店 然後我就說媽媽 我就跟他發 他坐在那裡說你回來了 因為他們說媽媽比較不講話 那時候比較年紀比較大 不講話 他就一直抓著握手 然後人經過 我媳婦回來了 然後人家都問你媳婦 老婆很多嘛 結果我就說媽媽 我跟你說 這是我們紅色 親一下 你說怎麼會說你們紅色 結果他媽媽就很少理我先生了 對對對 他媽媽的腦子裡面還是覺得說 我就是他們媳婦 夠可愛 西銘 你在那邊 躲在攝影機後面 老婆這樣有沒有很感動 老婆這樣講有沒有很感動 我應該不會 我應該不會在那裡聊 不會再取跳 他那個表情是感動 對 其實人的感情有時候 那種就是 那個就是愛 其實 當你愛一個人的時候 你會想 就是都會為他著想 那是真的愛 美秀的後天的這個血友病 是 其實是也很辛苦的治療 現在都好了嗎 都好了 其實他慢慢的血上來 其實就好了 因為那個很多都是壓力 是無形的 你看不到的 壓力是殺手 壓力真的是殺手 然後不管你的血 或者是你任何身上的一些長東西 那些都是一種警訊 那就趕快去看醫生 那你一順就是像黑千就對了 我就黑千 我就嚇到了 我就想說 為什麼我又沒有撞到 就蠻架的這樣就一片 大片就黑千 他們都有看到我腫的樣子 所以他們都拜託 你趕快去 而且這個我是說真的 要貴人 貴人是像李永鋒 你不要看他這樣 其實他很怕死 他又怕我死 對 第一個是 對 他肯定會來跟我說 他跟我說 你現在大便宜 你就三個月都不要太 你就好好跟他大便宜 你現在要手機 我告訴你 你不用擔心 你手機的事情 我全部都給你買下來 我還傻傻的 聽眾只有一個 對 不是 我還傻傻的 我還想說買起來 我還跟我先生講 李永鋒說他要全部買起來 那全部買起來 就他一個人聽到 對啊 所有的人 可是我那時候 其實心情很平靜 所以我心裡想 我有聽他的話說 我會好 醫生講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然後也不要說 一直吵著說要住院 聽說醫藥費不吃貴 那個醫藥費 其實說真的 現在有勞健保 說這個比較好是因為 那時候醫藥費比較貴 是因為我住在的是中心 然後臺大的 我去那邊看 我一定要有健保卡 我才能夠打那個針 如果我是自費的話 醫生我要公 那如果我現在可以先打 因為我手已經抬不起來了 那個血都在這邊作怪 然後他就說 如果你現在要那個的話 這個針很貴 一針要十幾萬 所以我就想說 這種東西 那我就 他就說 那你先回去 等報告出來以後 你就趕快出院 所以那時候我才想說 那我們就 下午我回到那邊醫院的時候 就已經報告出來了 我已經確定知道說 原來是後天的血友病 那我就趕快出院了 我就出院之後隔天 大概去打了三四天 好像四天吧 的那個就是這個針 打了四天 他手才慢慢的 那是有啊 對啊 對啊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手抓不起來 還是快去煮什麼 五十間 那個很多都沒有用 其實就跟你的手 血是有關係的 所以一定要去 要去看 對 洪毅大哥 我跟你報告一下 因為當初那個時候 實際上非常危險 那因為那個仁愛醫院 那個副院長 丁金聰是我們南部人 他是著名的雲林台西 那時候打電話給我說 其實很危險 他說你可不可以打個電話 給美秀長 就是叫他不要去做事 一定要好好那個 休息 治療 但是因為那個那個 丁醫師是一個很高興的 可是他那時候很緊張 我很少看他打電話 電話那麼緊張 所以我就看他打電話 我說你現在不要弄 你還不能跟他弄 你網路上的綽號 我說你網路上 說罪狂 幹話王 你還有那個醜 真的嗎 我不知道有這個錯 你不曉得 我不知道 但是他就會想說 他一定要工作上 我說靠你去工作看看 他就給我住 因為那個那個太危險了 他說那個真的就是 血一直流 一直流 一直血崩 我說真的整個人都流下來 重點來是凝血功能不好 我以為我凝血功能很好 可是後來不對 他流出來全部都血塊 那時候就真的是一個 很不尋常的事情了 但我覺得說 可能一兩天就好了 就沒想到他就是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沒辦法 血一定一直出去的 這個就是一個循環 對對對 那阿美秀也很希望有小孩 對不對 對 那這個因為年紀比較大一點 所以要做人工收運 沒有 已經打消那個念頭 之前是真的有趣 之前我們做了大概一年多 我們兩個每天早上 七早八早開車到榮總 你知道去跟人家搶抽血 為什麼要搶抽血 因為他們那個阿公阿嬤很厲害 六點多 他們要抽血的人 我們兩個人 早上抽血是最擠的 對 最擠的喔 對 完全跟著大家一起搶 因為他有號碼 要去抽那個號碼牌 兩個搶的 然後去那邊 然後每個應該是幾乎是 一三五還是二十四六 我忘記了 我們有在那個臺北榮總 待了大概有一年的時間 為什麼要抽血 因為每天一定要抽血 看你的指數啊 看你所有的任何的 你要那個做人工的那個指數 要合才可以 對 所以就必須要抽那個血 抽那個血 是說這指數可以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你就可以慢慢進行 下一步了 下一步是什麼 下一步好像就是他可以 就是因為我們要做的嘛 然後看你的房子美不美 然後或者是說 你的受孕機率高不高 什麼叫房子美不美 就子宮美不美 就是房子 對 就是你的房子美不美 然後他那個膜都要有厚度 都要有任何的厚度的一個 也不能太厚喔 要剛剛好你小寶寶可以住的地方 要是用超音波罐嗎 對 都是要超音波 然後指數是看你的那個血 好像他們有說是 受孕機率高不高 或者是那個 荷爾蒙 對 荷爾蒙 對 女生的荷爾蒙 要調一下或什麼之類的 最辛苦在哪裡 最辛苦就是你要獨自 獨自獨自獨 對啊 然後 獨自獨自獨 就是 就提高體內的女性荷爾蒙 對 那因為可能我們男性荷爾蒙 高吧 那也不是這樣 這個要問專業的 好啦 那黃醫師來說 因為黃醫師好像也是人民 因為我也有做試管嬰兒 所以你剛剛講的經歷 我們都經歷了 只是說我沒有去跟人家擠抽血 他那個抽血是要知道說 你體內你的荷爾蒙到什麼程度之後 他才決定要不要給你做試管 試管的意思是精子跟卵子在外面結合 好了之後 成為一個胚胎 再送進去長 長在你自己的子宮裡面 所以他就要去觀察說 你的那個子宮的內膜是不是 如果太薄放進去也沒用 一下就流掉 所以他會去看那個厚度 然後要抓準時間放進去 所以其實試管嬰兒的成功率 現在當然他們表面上很多的坊間的資料 是說覺得很高 但是實際上去做的話 失敗的人相當的多 大家的內心都很煎熬 那都是剛剛講那個渣肚子 就是他會發那個針 也是打荷爾蒙 讓你提高你的荷爾蒙 提高到某一個程度 他們才可以介入 對 然後所以我那個時候 那個打荷爾蒙是要去醫院打 還是自己打 自己打 這樣自己打喔 對 但是你也可以請老公打啦 但是剛好我們兩個都是自己打 沒有沒有 我是老公 你是老公的辦法 對啦 因為很多女生不太可能 要拿一個針自己這樣錯 是也是需要一點勇氣 對啊 我是都自己打 因為我怕我前夫 還把我打錯這樣 自己怎麼謀殺 就我不是很確定他的能力 然後我就自己來這樣子 那重點就是說 其實 黃醫師 等一下再繼續請教你 這個女性很多人 因為做這個釋館嬰兒 早上真的是很辛苦 來 我們先休息 進廣告